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一有大事发生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然后问我 然后特朗普一中选 大家都觉得很意外 很多人是觉得很意外的 当然有马后炮奖 我早就知道的 这些我们不用管它 但如果你是看主流媒体 刚刚我跟张导也有提到 你是看主流媒体 你会觉得很 但是如果你有看我直播 你就知道 我早早在半年之前 我就讲特朗普没有可能会输 甚至在美国大选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在Melody 在我自己的直播 在会员直播都直接讲 没有可能特朗普会输了 如果输就是有很大的疑虑在里面 正常来是特朗普是狂胜的 那当然最后结果也是特朗普狂胜了 而且不只是特朗普狂胜 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 因为美国就是两党制 共和党民主党 底下我们会讲他们的路线 左翼右翼 其实我不用左右了 因为你用左右来形容美国的政党 不是这么贴切的 而且左右 如果你是中国的左右 跟美国的左右 跟欧美的左右 又是有一点差别的 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问我共和党其实是保守 保守派 保守路线 民主党就是它的对立面 自由派 所以它在经济上 在文化上 在这个风俗习惯上 他们是比较自由的 比较奔放 当然极自由跟极保守 还是中间偏自由 中间偏保守 别人会讲中间偏左 中间偏右 我不这样讲 我直接用自由跟保守 都有它的光谱 不叫共和党 是共和党 Republican 没有 很少这样叫的 叫它什么 叫 GOP GOP 是什么 你懂吗 港岛不懂就不是美国人了 你不懂 假美国人 GOP 是 Grand All Party 就是你看新闻他们都是用 GOP 我叫它大乡党 大乡党他们的标志 但是新闻都是用 GOP来称呼它 就是最老的政党 因为共和党是很老很老很老的政党 在美国独立的时候就有了民主党 是后来分裂出来的 所以有 GOP 然后有民主党 民主党就是比较自由的 所以什么堕胎议题 其实这次堕胎这个课题 在美国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战场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 特朗普所委任的大法官 他否决了 当然其实这个是很深的议题 但是你看媒体都会讲 他否决了自主堕胎的权利 就是女性不可以随便堕胎 但这些其实都是媒体带风向 并不是大家所想的 最主要的还是你不可以随便堕胎 你不可以想堕胎就堕胎 你要有一个procedure 要父母同意 要医生检查 等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一个大法官 实现解释宪法 然后把这个美国人一直都有 也不是说一直都有 这民主党上台之后 一直都给他们的权利的 这一部分拿掉之后 引起很大的争议 然后民主党是操控媒体 很多媒体都是偏向民主党 所以用这一点来大力的攻击 共和党跟川普 因为是川普所委任的 他在做总统的时候 委任的大法官 否决了这一个权益 所以2023年其实中期选举 底下我会讲到我们第一个讲题 也就是讲美国的政治制度 在中期选举的时候 其实民主党是大胜的 2023年 2023年头应该是年头 年尾还是 反正2022年年尾 2023年年头就是 2023年这一个判决出来之后不久 民主党是大胜的 所以共和党已经连续4年 丢失参议院的控制权 就是他们的上议院 SENET的控制权 所以我这边就要分享 你一定要理解 大家看政治不要看这么讲 特朗普赢了 然后黄人赢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要知道美国背后的政治 其实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意愿 我们不讲州 我们只讲联邦 除了总统之外 美国的政治 其实还有两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的国会 Congress Congress分成两个 上议院跟下议院 上议院就是所谓的参议院 参议院 其实大多数美国总统 都是从参议院出身的 绝大多数都是 这跟马来西亚是倒访 我们马来西亚 上议院就是参议院 下议院是众议院 就是我们的国会下议院 就是人民投票选出来 我们马来西亚上议院是委任的 我们的上议院是没有权利的 甚至你要否定法案的权利也很小 你只能退回去给他们重新评估 再回来你一定要通过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 但是美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上议院 影响力是远远比下议院 就是个别选区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来的大的地位 当然在宪法里面 我必须讲清楚 在美国的宪法里面 上下议院 参议院也好 众议院也好 他们的地位是 宪法里面是平等的 可是在实际上 影响力而言是 参议院远远大过众议院 在我的印象中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在我的印象中 是参众议院出身的美国总统 是少之又少 好像只有一位吧 我没有记错的话 只有101位 就是那唯一一位 是从众议院出身 然后晋升美国总统 其他的都是 除非像特朗普这样子的明星 他不用参议院也不用众议院 然后通过党内出选来胜出 不然都是众议院 参议院你看我一直讲错 都是以参议院出来为主 或者是各州的州长 所以你从众议院出来 是少之又少 为什么这么样 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总统管理整个国家的 其实美国的分工是很明确的 他的相互制衡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你有了解美国的历史 了解美国的宪政 美国立国的时候 他们起草宪法的那一群人 他们定下的这个立国基础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美国是民主体制最好的现象 我之前讲过 其实马来西亚 我们跟英国制度 虽然他是用制度来管政治 可是更多的 他是还是要相信人的数字 你要有点声势风度 因为他很多是不成文的 美国不是 美国从英国手上独立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要确立一个国家的制度 然后全部都要写在里面 所以英国的宪法 其实是不成文宪法 美国的宪法才是写下来明确的宪法 而且是世界第一个宪法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所以他的三权分立 总统委任行政 然后国会立法 然后司法来监督他们 Alex大哥来了 来监督他们的这个权势法律 你做的对不对 这个是司法 不像我们 我们的立法跟行政 其实是有一点重叠的 立法跟行政对政府跟国会议员 其实是有一点重叠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要做首相 你一定要国会下议院大多数席位才行 所以什么开不到 所以Alex大哥来了 我开门给他进来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那我们回到美国 我们回到美国 美国的分工是很明确的 总统就是管理整个国家 在联邦层面管理整个国家 当然每一个州他们是联邦制 所以你拆掉那个椅子 联邦制 所以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 都有自己的州长 就像每一个州的总统 跟他们的立法国会议员是一样的 他们叫州议员 我们只讲联邦 不然太长讲不完 美国总统他是要纵观全区的 那为什么我说上议院 也就是参议院会比较有优势 因为在美国的国会分工 他们是很明确分工的 参议院就是他们的上议院 其实主管的更多的是外交 外交的政策 然后关于整个国家的 然后下议院 因为他是跟我们的下议院 就是每一个区 像你在纽约 你在California 会有第一选区 第二选区 第三选区 第四选区 就像我们的选区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是每一个区的国会议员 所以你更多的你要去服务人民 你要去服务人民 不像你在上议院 你每一个州只有两个上议员 只有两个参议员 所以你更多的 你要纵观全国 甚至你的外交 所以这是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很重要的 美国区选举 中期选举选的是谁 选总统吗 不是对不对 你选总统你就是四年不会半途 再来选多一次总统 然后选的是国会议员 也不是 因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就是下议员 美国的下议员就是众议员 有人知道他的任期吗 张道知道吗 2年跟6年 下议院就是众议员的任期 超市两年 两年罢了 超市两年罢了 不是像我们一选选五年 所以每两年435位 435位 都要435加 135加3 等一下我们会讲选举人票制度 众议员435位 每两年就要选一次 所以第二点是因为众议员的任期很短 他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本身就很小了 两年你能连任还不一定 当然像Nancy Pelosi就是之前民主党的众议员领袖 他本来也想打这一次的总统选战 然后来给Kamela Harris半途抢走 所以他也非常生气 所以特朗普会大胜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民主党本身也有这一种分裂 Kamela Harris是以非常不光彩的方式 逼迫拜登下台 然后没有再一次党内初选 因为当时也很紧急 只剩3个月的时间叫总统大选 他就出马上阵 你要女总统Nancy Pelosi 觉得我比你有资格吗 你Kamela 你只是一个小瓜 政治经验将写 Pelosi他做国会议员 众议院的国会议员 做了30多年 接近40年 所以本身也有不满在里面 很少有像 当然也有 在美国有这样子连续中选 但是你的任期只有两 所以你必须分心去照顾你的选区 然后你对国家层面的事物 必然你的关心程度会降 所以他在宪法里面就刻画得很清楚 这些选区选出来的众议院的议员 就是上刀讲的House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管内政 至于管国家层面的外交 美国在世界的立场 什么是要参议员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更为优势的原因 就在这里 刚才我讲中期选区 美国的下议院两年选一次 上议院参议员是多久选一次 六年选他们的任期是六年 任期是六年 但是他不是六年选一次 他也是两年选一次 那他是怎样去运行的 就是每两年33%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就要选举 每两年会举办一次选举 你要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 跟所有的众议员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中期选举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了 如果你连我发现很多人去谈美国政治 连这一点搞不清楚 然后就在那边夸夸其谈 去谈美国政治 这是非常可笑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说特朗普大胜 不是因为他拿下310多票 当然310多票肯定是大胜 可是你看回去 上一届拜登赢 他也是拿了300多票 310票还是30多票 我忘记了 前一年特朗普赢也是300多票 因为为什么 他们是选举人团的制度 赢者全拿除了两个州 是会根据国会议员的成绩 两个小州 会根据选举议员的成绩来分配票 不然都是赢者全拿 你只要赢下这个州的普选票 那一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 就要给总统 那他的选举人票是怎样分的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你国会的人数 你国会每一个州都有两个上议员 都有两个参议员 对不对 然后你每一个区的议员 就是下议员你有多少个国会选举是看你的人口 美国每10年会有一次非常透明 非常公开的班级跟我们一样 班级就是去 survey 人口补查 人口补查 每10年一次 2020年一次 刚刚过 2010年一次 然后2000年一次 美国的国会议席 从立国以来 至少这100年以来 因为我有关注美国的历史 都是435 众议院的人数 不是435 那人口会增加他们要怎样分配这个席位 就是通过每10年的census 我们叫班级 人口补查 去界定每一个州的人数 然后跟他们在除 435个席位在除 然后每一个席位大概要多少人 所以你看是很公平的 不像我们马来西亚 Putatjaya 2万人就一个国会选区 然后你去Saputay去Kabong Kabong是2-30万人一个选区 所以美国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他每10年就会来一次班级 然后人口补查重划他们的选区 那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 每70万人口就有一个国会议席 所以最小最小的州 他可能只有一个国会议员 下议员 只有一个众议员 只有一个house representative 可是就算你是再小的州 你也会有两个参议员 你看他的制度就形成的很完美 就算你是小州 就算你是人口少 你本身还有这一个参议员 两位在里面 所以参议员只有一百位 美国50个州只有一百位 然后众议员是435位 所以你从这一个比例来看 也可以看到其实参议员的影响力 是比众议员大的 所以你从这些立国 美国的立国宣言就可以看到 他们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 当然他们也是绝顶聪明的了 然后五位立国宣言 美国头五位总统 然后每一位都当了两届 头五位总统 就是一起起草 一起帮美国独立 然后起草这个宪法的 第一位大家都知道是华盛顿 华盛顿之后其实每一位都是非常厉害的总统 奠定了这个基础 门罗主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门罗主义 其实特朗普上台很多人讲 特朗普是新门罗主义 是新门罗主义 其实所谓的门罗主义就是孤立主义 门罗就是美国第五位总统 第五位总统提出这个孤立主义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就是日本去打中国打马来西亚 俄国去打英国打法国 那个时间之前 日本去砰珍珠港之前 美国是不参与外面的战争 你们打胜打死关我的事 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 就是门罗主义 美国第五任总统立下的立场 我们孤立 你不要来碰我们美国 你们打胜打死 不关我们的事情 你不要来美洲 来搅混我们的利益 我们不管你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抛弃了门罗主义 就积极的介入到世界事务之中 特朗普上来 要重新走回门罗主义 也就是所谓的孤立主义 这样子的路线 所以有新门罗主义 或者是新孤立主义 这些大家都要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说 美国上来了之后 会担心乌克兰会完蛋 台湾会完蛋 这个我们放到第二个讲题讲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门罗主义 或者是孤立主义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明白 那我们再回到美国的制度 再回到美国的制度 所以每一个州有两个参议员 所以有100个参议员 每一个州你每70万人 就有一个众议员 就是国会选区 下议院的国会选区 所以最小最小的州 你就有三个 最少都会有三个国会议员 美国最小的州 就有三个国会议员 这是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本 然后你每一个州的选举人票 就是根据州的这个国会议员人数 众议员加参议员两个加起来 所以最小的州也会有三张选举人票 我这个选举人票就是 选民投选了之后 谁投给哪里一位总统 那最后这选举人就要把票投给那一位总统 所以他是代表这些选民 你们先做出决定 你们做出了决定之后 我这个选举人再来帮你投票 很多人误解 包括我在铁粉群看到一位铁粉大哥他写 有写错 很多人误解 选举人就是国会议员 因为他们的人数是一样的 其实to be exact 他的人数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细心的读友就会发现 我刚才讲100加435加起来是535 但是美国的选举人票有多少票 有知道的读友 张导应该也不知道 这些很细节的东西 要像我这种万本书我才会知道的 超级电脑 435我刚才讲100加435 535 但其实真正的选举人票多三张 是538票 那为什么这个538票会多3票出来 因为在美国第24条 这个我不确定啊 大家就去找 反正美国有一个宪法修正案 就是赋于Washington DC DC是什么 DC是一个缩写 DC全名是什么 你懂吗 District of Columbia 张导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诶我美国 OK 全马来西亚最懂美国的人就是我 然后我册封他 全马来西亚第二懂美国的人 所以Washington DC District of Columbia 其实他真名叫District of Columbia 只是因为他是首都 所以他这个宪法修正案 就赋于这一个国家的权力核心 其实他人口很少 所以他也没有自己的国会议员 完全没有国会议员 他也不是一个州 他只是一个政府直辖市 就是美国的行政中心 就像中国的中南海 北京市里面有一个中南海 中南海就是中国的权力核心 他们开大会 不管是人大会议政协会议都是在那边 习近平要会晤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在那边 所以美国的权力核心就是在DC 然后DC他是没有国会议员 可是在宪法修正案就给他 因为他是美国的权力核心 给他三张这一个选举人票 所以总共就是总数的国会议员人数 上议院100人 下议院435人 加起来535人 再加3票 特别给DC的 所以加起来就是438票 438票的一半就是270票 所以你只要拿到270票 你就可以当选美国总统 所以他的背后原理在这边 你要讲什么 我真的是要称赞 什么称赞我什么 因为他讲了很多细节 没有去看没有去verify 真的是不容易记这么多字 然后他就是在一个车里面 什么稿都没有 就把所有的细节讲完出来 真的是不简单 这个是在我头脑里面 我一直都有读 不过真的是很少人知道 是什么 真的是非常知道 很少人知道 Grant All Party 所以这边分享给大家 是美国最老的政党 所以他Grant All 就是最老的政党 这个反映过来 所以也是他们很自豪的一点 这个也是为什么 特朗普会用那个口 让美国再次伟大 因为Grant All Party 他们都很很怀念 美国以前那种巅峰的时期 美国伟大的时期 所以就代表共和党 你笑什么 没有因为他们想来个吻吧 不然咧 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我要澄清啊 是他最后一秒钟 改机票跟我同一班机 然后坚持要开车在我回家动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企图 然后载我来这里 我现在还没有回到家 幸好他没有这样 刚才我们按摩他脱裤的时候 我在那边偷看他 因为我们隔着一个窗帘 我们按摩一定要脱衣脱裤 大炮啦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刚才讲要纠正的一点是 因为他的人数很接近 435加1535跟538 很多人会误解 是不是你投选出了国会议员之后 然后在国会议员选举人 由选举人来投选 不是这样子 其实在总统选举之前 每一个政党 都要list自己的选举人 你要去register你的选举人 这一个选举人你在大选之前就要有 他并不是国会议员 而这一个选举人唯一的职责 就是在大选之后帮你投票给那一位总统 所以两个政党会有自己的选举人 这一个选举人并不是常设的一个公家的公务员 或者是官员 并不是 所以他其实没有薪水 他的薪水就只是allowance 你去出席会议 去出席投票的时候 给你一个allowance 然后那个allowance是非常非常低的 几十块美金而已 详细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这个我相信长导也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我有详细去阅读 我也不能说研究 因为我不是在大学读 我是自己有兴趣去看书来书 所以对这些很细节的东西我也知道 所以这些electors 这些选举人 并不是国会议员 我看到有独有误会 所以在这边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他有多三位 如果是国会议员 那就是535 不可能是538人 所以这些选举人 他们是非常设的 以政党去注册 然后他们当选 就是他们的政党赢了之后 他们就要代表他们政党去投票 他们是党代表 对他们是党的代表 他们有他们的历史的原因 跟历史的任务 为什么要党代表去 而不是当选民 因为美国太大了 以前的美国是 你骑马 有看过那种流仔变 你骑马 你可能西部 尤其是西部 你不可能从加州骑马 骑到去华盛顿投票 所以为什么要交给去到华盛顿 把他的名义 告诉在华盛顿的人 我们那个地方 的投是这样子 所以张导补充了一下 所以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加新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这些选举人 会不会出现被判党的情况 历史上出现很多次 有一两票一两票这样子乱投 确实有 但因为各州的宪法 其实大多数美国的州的宪法 都没有表明选举人 你一定只能投你的政党 大概有20多个是 你可以自由投票的 反正你的党都信任你 把你register为他们的选举人了 你过后背叛你的党 是你自己的党 识人不明 从这边你也可以看到 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了 所以历史上确实出现过 但这些跳槽的 就是背叛党裔的 这些选举人代表 没有一次是可以影响 可以左右美国选举的成绩 没有一次都是大局已定 然后我要投一些愤怒票 我要投一些不满票 别党知道我虽然是代表你的 可是你这个候选人我不满 所以我不投给你 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 但没有一次影响了最终的选举人选 总统人选 如果有出现影响总统人选的情况 那就是大县市了 可能宪法法院 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 就要出来视线 就要出来解释 到底这种行为是不是允许的 因为没有左右成绩的情况出现 所以也就默许了 反正你要闹一下小别扭 你要闹一下小情绪 就是你们党力自己的问题 就这样子 因为特朗普已经接近100票 100票选举人票 是不可能有100个人跳票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美国会进入线圣委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一届选举会出现 肯定不会 过去有发生过一两票跳 可是从来不会影响成绩 因为不可能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这样子识人不明 你所有的选举人 你自己去register的 都原来是卧底 原来是背叛党 原来是不满特朗普的 其实争议比较大的是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当时特朗普赢 他第一任期 可是他的普选票 他的普选票 就是人民的多数票 他是少于希拉里的 少于希拉里 所以那时就有很多人呼吁 你们选举人应该要背叛你的党 因为美国公民已经做出了选择 大多数是要希拉里来做总统的 而不是要特朗普 但是最后也没有发生 所以现在不可能 大家不要想 选举人会阻止特朗普上台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美国的制度其实是很完美的 我一直在称赞美国 因为是事实 不是我一定会有我的hater讲什么 牧羊犬从羊没外 考的我们就要赞赏 我们要学习 美国的制度是很perfect 所以你看美国的constitution 它的amendment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不像我们 我们马来西亚的宪法 已经被改了几百次 在美国你改宪法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为你要justify 我们立国的先贤 像我讲到五位总做错了什么 他们当时没有想到什么 你有逼他聪明吗 然后你要经过一个很繁琐的程序 非常非常难达到 所以很难去改 所以这也保障了美国的基本 立国的基础 美国的立国基础到现在都没有变 包括选举人数像我讲的435人 你想一下是马来西亚 这100年我们的人口增加了多少 你可以去看18多年的美国众议院选举 他也是435人 你上网可以找到 甚至当时的国会领袖是谁 两党的领袖是谁都可以找到的 所以他们的基础利得很好 然后大家在这样子相互制衡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其实那时在星山的时候 前两个礼拜 11月5号的时候 我在星山有talk show 其实当时有蛮多 有YB来 然后有各政党的人都有来 我们有聊天 玩的时候有聊天有喝酒 就有讲到其实我们应该 真的我们要学习新加坡一点 就是马来西亚要有这个极选区制度 其实现在你就应该去推行极选区制度 不用像新加坡这样一个极选区 5个国会议员 6个国会议员 或者是新加坡最小的4个 有3个的3456 马来西亚就3个就够了 全国都3个 比如几十万人 3个国会议员 这样你就可以评分 就不会有大选区小选区 每一个国会选区都3个国会议员 然后你要定下一条 3个国会议员里面 一定要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在加坡这种区 在加坡这种区 一直以来都是华人当国会议员 如果有这一个极选区制度 你就会有一位马来同胞 或者是穆斯林国会议员 这是好的 大家不用担心 在吉兰丹 他就一定要有一位 非穆斯林的国会议员 所以这是我认为 现在解决马来西亚这种种族政治 最好的路线 你不能单一 而且只要这个体制成熟 至少会有30%的非穆斯林的国会议员 而且虽然在加坡 虽然在Saputay 90% 80%的华人 还有10%的马来西亚同胞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机制 这个是我们可以往的方向 我突然想到就在这边分享 就要跟美国无关了 所以我们的制度其实蛮多漏洞的 我们要去补这些漏洞 可是我们的政治人物 不止没有去补这个漏洞 包括以前的老马 老马是修改宪法最多的首相 他们一直把这个漏洞扩大 一直把这个漏洞扩大 来让自己往流利的方向去 包括这个反跳槽法 你看我们的宪法 本来已经千创百孔了 这个反跳槽法 在写进宪法里面 又把这一个废的 没有用的烂的法律 写到这个宪法 破坏我们的宪法 他就是宪法条文了 所以突然想到 我就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了 我补充一点 刚才谈到那个 选举人票票的问题就是 刚才洪律师有谈到一点 就是马来西亚没有的 就是绅士 虽然美国是牛仔 但是他们有英国人那种绅士的 他们爱脸 有那种绅士的风度 所以票票对他们来讲是蛮严重的 对他们这个影响自己本身的绅士风度 跟他们的诚信 所以为什么有些英国的制度 在英国可以行得通 在马来西亚行不通 因为英国有Gentlemen 马来西亚没有 英国首相会自主下台 马来西亚首相不回 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 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一路来 他们对自己本身的诚信看得很重 他们是牛仔 但是他们还有保存着那个绅士的风度 我看到有读有问 我们还在这个讲题 我们就讲一下 Chai Kamloong大哥问 台湾一人一票选总统 不比美国总统选取人制度 各有各的好 美国会选用这个选取人制度 就是他先贤智慧的 因为像张导讲第一 美国幅原辽阔 不像台湾就是一个小岛 没有一个国家只选总统 印度也不是只选总统 印尼是 但是印尼才第几届总统大选 大家可以持续看 非常短的时间 20年的时间罢了 美国已经200年了 所以他当时会立下这个基础 第一是他幅原辽阔是一个大国 而且美国其实是一个很分裂的国家 包括现在都是一个很分裂的国家 东海岸西海岸 两者的政治意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California张岛那边 民主党躺着放个木棍的会营 然后在东边的Texas 是共和党放条木棍的会营 所以在美国总统大选 其实就只看那7个摇摆中 所以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是大胜 除了我们刚才讲 国会他赢下来 众议院参议院他赢下来 然后他自己又拿到310多张的选举人票 然后普选票 这是共和党 在12年来就是三届总统大选 第一次在popular vote是赢过民主党 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7个摇摆州全部赢到 对7个摇摆州我突然忘了 7个摇摆州给特朗普赢到完 其实美国总统选举就只看这7个摇摆州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很分裂的社会 因为他们的两党制实现太大 有一些人是终身都支持民主党 他从小到大就在听共和党的坏话 你叫他倒票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多州他们都是solid的 就是亲共和党的亲民主党 所以选举这些州基本上是不用去看的 他们是共和党稳赢民主党稳赢 最后就只看这些swing steps 或者是contested steps 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摇摆州只有7个而已 没想到这7个摇摆州全部给特朗普 至少翻转了6个 翻转了6个摇摆州 这6个摇摆州在上一届是投给民主党 投给拜登的 这一届6个全部转向给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拿下7个摇摆州 这个是他大胜的最佳体现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然后更重要的是美国是联邦制 印尼他不是联邦制 印尼的州他们的区 是没有像我们这样 马来西亚联邦制或美国联邦制 每个州有这么大的权利的没有 其实联邦制跟普通共和制最大的差别 所以美国你看他是共和国 可是他又是奉行联邦制度的共和国 不像台湾不像印尼是纯共和国 他有差别的 我用一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来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些共和国跟联邦制度 他们主要的差异是什么 其实纯共和国像台湾像印尼的 就是俊宪制 你知道什么叫俊宪制吗 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推行的政治制度 以前在周王朝分封 春秋战国纸赛都是分封的 我封你去这边做王 你就是齐王 你就是秦王等等等等 秦始皇他统一中国的 他推行俊宪制度 没有封王没有封地 全部官员都是中央任命 跟住中央的法律 没有罢三为王罢再为王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是俊宪制 秦始皇推行 共和国的制度就是这样 全国奉行一样的法律 当然你每一个邦 每一个州有自己的选举 但是你要奉行我们的法律 中央是掌控方方面面的 联邦制度不一样 中央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每一个州每一个地方 也有自己的权力在里面 这一个政治制度在古代中国 就是分封制 我分封给你 你去那边你就做王 你是齐王你可以推行自己的政令 只要你尊奉 我就可以了大框架你要遵守 其他你可以自己做 所以我们的联邦制 就有一点这样子的意味在里面 然后美国是两者称和 政府的权力很大 但主要在外交者 主要在立国方向 每一个州自己的权力还是很大 所以每一个州强奸杀人 能不能拥枪 能不能堕胎的法律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美国是diverse的一个国家 这一点大家是要知道的 所以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 然后张导要说 我补充一下 为什么说台湾一人一票不是更加好 如果美国是一人一票制度 从开国到现在应该就是 纽约州跟加州就可以决定整个美国的命运了 其实不用选了 你在纽约选了 然后去加州选 你就可以控制整个美国 其他的48个州不用选了 因为主要的大城市人口都集中在纽约 加州就是三番市跟洛杉矶 就是如此 就是好像一个加东的人口 或者一个只有大吉隆坡的人口 投票然后控制整个马来西亚 就是这样子吧 所以张导补充到我后来要讲的 所以就是联邦制度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重视每一个邦的利益 每一个邦的权益 不管你多大多小 所以众议院是根据人口 但是参议院地位更高的参议院就是参议院 它不管你人口多少 你每一个州只有两位 所以这是它公平的地方 这样你州的利益就可以维护 就可以看到 这也是美国特地设计出来的一个制度 因为美国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样团结 我刚才已经讲美国是很diverse的搜索 你跨一个州 民风是完全不一样 一方可以很欢迎外地人 或是很欢迎我们华人 另一方是很仇视你的 很diverse的国家 其实不是现在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是如此 美国不是一独立就是这样子大的国家 它是慢慢吸纳它周边的国家 有些是打下来 有些是自己来加入 慢慢才有现在的50个州 所以它一开始要叫人加入 这些加入的也会担心 而且我们的想法这样不一样 我会给你吃掉 你这么大我这么小 我一个小州加进去我会不会给你吃掉 所以它这个制度就是为了保障 每一个州的代表 所以我们联邦制的好处就是如此 所以马来西亚为什么奉行联邦制 因为吉兰丹跟Seleno跟Johu 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你有去过你就知道 所以如果没有联邦制 大家就会同一套法律 同一套生活 同一套方式去生活 联邦制不会 它会尊重个别的差异 所以有好有不好 我在这里不是要说联邦制一定好过 这一个共和制 或者是纯共和制好过联邦制 并不是双方各有各的好处 是大家有谈到什么美国选 其实背后有种种的历史因素 那现在来看 我认为在美国执行这个制度其实是很好的 马来西亚应该学习美国 因为我们其实虽然我们的宗族国是英国 但我们的制度 除了我们的国会是个英国之外 我们其实我们的制度更像是美国 因为我们是联邦制 英国并不是一个联邦国家 所以英国是没有州选举的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这是一个知识 英国只有county 就是像我们的市议会地方选举 然后就国会选举 它没有州的选举 所以每一个州我们不会有自己大权力 马来西亚有差距在那边 所以我们以前马来西亚有三票 就是我们更像是美国 我们选了联邦选了州 然后再选这些county 选这些市议会 其实美国什么都可以选 检察官也可以选 法官也可以选 警长也可以选 消防局局长也可以选 全部都是选出来的 中检察长也可以选 对全部都是选出来的 当然特朗普有他的任命权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 特朗普赢他胜这么重要 因为他达成了一个全面执政 众议院过去几年都是共和党拿下 但是参议院我刚才有讲 参议院更重要的参议院 一直以来都没 这四年来也不是一直以来 这四年都没有给 经过了三次 这是第三次选举 都没有给共和党拿下 这一次特朗普拿下了 而且是共和党拿下了 而且是非常漂亮 好像多拿了三席 所以他比过半好像多了两席 所以超级大胜 众议院参议院这100人的上议院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特朗普他做总统的 一月的时候他宣誓 他要任命大法官也好 要任命内阁成员也好 要任命总检察长也好 你要上议院也就是参议院的复合 参议院要同意 他才可以给你过关 你才可以去任命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有一个制衡机制在里面 特朗普可以拿到这一个全面执政 他要推行他的政策 就会少了很多阻碍 我不用去跟你谈的 我不用去跟你谈 我不用去说服你的个别议员 因为美国的议员也是很自由的 他不像我们有党边制度 他可以不投票的 你要来说服我民主党 但是我可以支持你共和党的 所以之前美国国民主党 shutdown的时候 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大家不要用我们的角度去看 因为你用我们的角度 你用我们一直以来所认知的 你很容易看错美国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讲这个课题 即便迟了一个礼拜 我要纠正一些大家的想法 然后大家的知识错误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不要底下你讲讲讲讲 给知道的人看 哇你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 你还在那边挂挂奇谈 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来张道 而且参众两个院投票是一定是记名 所以他们的选民可以看回他们的参议员 或者众议员过去的投票记录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选他们联任 是没有声让这件事 那我们休息一下